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4日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说回 到底撤侨时候的情况是怎么的 首先我们又来看看英国这边 哇 發生了一宗挺大的案件 就是說有一個 我都不明白的 怎麼有可能容許一些這樣的人 那西南部Premorf那裏呢 撲你茅夫還是撲慈茅夫 隨便啦 說這個槍手大遺心 事件發生在市郊 不是市中心 他又踢開了房子的屋門 然後又有兩母女遇害 跟著這個人 還要在附近 將兩名大狗散步的人士 還有一名其他的男子都倒閉 那這裏總共倒閉了五個人 即是說什麼呀 他是一個職業槍手來的 即是很準的 不知為什麼 英國可以有這樣的東西 已經是禁槍禁得很厲害了 都仍然是 這些也不叫流亡之餘 因為他是持牌的 即是他是可以合法擁有的 不知為什麼 可以有些合法擁有 這些這樣的人士 那你看到的樣子 一句都說了 很明顯就是生意失敗這款 事件仍然在調查中 好了 今天說回中東那邊 大家都知道那條東星班 來勢洶洶 自從得到王毅一夫的加持 似乎實力壯大了很多 即將接管阿富汗政府了 雖然其他的國家 在嘴炮維穩 就跟你說是不會承認 你用這個武力奪取的這個地方 但是人家確切奪取了又如何呢? 就等於以往東周列國時代 鄭國他集取了許國之後呢 就說按規矩就不應該由鄭國管 於是乎他又立回許軍 然後又派自己那些軍 就圍著這個許承 去維持秩序 這樣說 好多久 即是都是沒有庫話事的 哪有 你說得這麼好聽 就說什麼不會承認 不會承認又如何 人家確確切切拿了個首都嘛 但是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今次 即是叫這個東星班不要亂來的國家呢? 有哪些國家? 美國、中國、阿鐵、印度 這四個國家都派了這個談判代表 和那條東星班針 那我不明白 應該派王毅一夫去嘛 在這裡幫忙說幾句 美言幾句呀 提升東星班的國際地位 那好吧 聯合國那些就繼續呼籲 那東星班你不要亂來呀 類似是這樣的 還有就說 那東星班你如果走入首都的話 是會對平民來說不好的 會帶來災難的 他就是要這樣 那個目的 喂 你說了別人的目的 什麼事呀? 那安理會方面 做的事情就是 草耳正一份聲明 那當然是要量一下 那份稿怎麼寫 那些寫手 就在想一些沙士比亞句子 怎麼譴責他好呢? 他都真是蠻壞的 那我又不明白 其實東星班都只不過是 那些外國可不可以不要戴有色眼鏡 聯合國那些嘛 那草耳聲明 差別待遇 我們國家交結的這個朋友呢? 話說王毅一夫當日 都有跟東星班說 要他爭奪這個國際的話語權 提升自己在國際上面的形象 那現在東星班就在做著 而聯合國竟然橫架阻撓的時候 因為跟王毅一夫過不去呀 那不過大家常常聽到拜登撤軍啊 各樣那些啦 其實是沙拉米方式的 慢慢來的 那現在呢 是未撤完的 距離美國 即是美軍的撤兵最後期限 那還有三星期 只不過 他們呢是逐步逐步的 也所以東星班就趁著這個時機呢 就已經開始了 蠢蠢欲動 啊不是的了 已經動的又這樣動了的了 拿了這個阿富汗第二第三大城市 總共九個省首府 距離首都壓布爾 目前來講呢 中星班 在這個五十公里開外 那就是猶豫 那還有原來壓布爾這個地方 都有一些 喜割的僑民的啊 那我想這次呢 就是去演習一次啦 就是始終啊 你自己國家的人民來的嘛 估不論他住在哪裡呢 英美聯軍 那裡總共就三千六百人 陸陸陸的一架機一架機 那當然官員先走了 在這個卡澤爾國際機場那裡 那你三千六百名兵士 那是六百五十名手機場 其餘那些三千名 就住宅在外圍 英國國防部啊 就是有見及 阿富汗一地呢 那個局勢急速惑化 對啊 局勢是不會慢慢惡化的 那間呢 啊突然間 按按個按鈕來講啊 只要是拜登啊 他突然间放弃了一块地方的时候,那块地方就会迅速这样的,到时真的想上飞机,如果当日你有看过这个上风行动,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又叫贫风行动,急风行动,事件就发生在1975年4月,当时越共的军队就在这个首都西贡,我想都是50公里左右,整个行动的目标就是将在越南里面的美国军队, 和处境危难的南越公民,以及其他国籍的公民,由首都西贡那里,撤出当时,如果你有看一些纪录片,总之一定要找那些直升机,运输机,总之运载方面,就要有差不多马力,装很多人,然后一个个这样,飞上去航空母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航空母艦你就想吧,有什么, 列根号啊,大黄蜂号啊,伊丽莎伯女王号啊,是不是大概这些啊,然后,即是你没可能的嘛,你没可能是直升机,越洋,然后飞到美国的嘛,所以它是会飞了上去航空母艦先,也所以,你就要由航空母艦那个食水量那里,大概猜到,即是它装多少东西, 如果你是fullly loaded的时候,包括食物啦,那些才重的,还有那些弹药各样,那大概可以猜到,那只船,就装了多少东西去补给,当然都要全速前进啦,能量方面就不是问题,但如果你想偽装,去欺瞒对手的时候呢,又或者反过来,总之,你想办到很轻的话呢, 你是可以,将这只航母,打斜地噴咯,那有一些动力,是用来推高那只航母的,那人家就猜不到,你那个食水量有多深啦,又或者反过来,你想等人以为,你装了很多东西的话呢,不过是难点啊,你要向上噴,变了,即是甲板要装那些噴射系统的啦,都不是的,你整个注水仓咯,但是很浪费咯,所以你欺瞒人家没什么装东西呢,就是容易的, 反过来,转门人家,装了全部东西呢,就很难,那如果大家还有记忆,之前,我们记得有只航母,食水量都很深啦,那其实,美国撤侨呢,同时间,联合国,也在Draft paper,都说了,就说会制裁这个东西班的,但是会不会能够阻挠到这个东西班入侵的决心呢,那大家我想,答案写在场上啦,是不是啊? 亦所以,三个礼拜之后就见真章啦,相信啦,阿富汗一带,啊,绝对会是战火绵绵,然后,局势是怎样呢? 东西班当然就会开海鲜架啦,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做生意,啊,又摆盘吉在你门口,那然后,啊,你当然要给钱他啦,那谁要在那一带做生意呢,就是谁给钱啦,你以为,啊,即是美国那些,拜登那些,你觉得他们很贪钱,是不是啊? 你没见过真正的流氓呢,查实那些东西班,啊,先贪到你不信,一个油长,其他平民百姓,多么水深火热呢?是不关他们的事的,最重要,啊,他们的家屋,有前堂后院,有泳池,有红酒柜,给钱东西班,那笔钱就大钱啦,但是如果,给一点点小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那这些宣传功夫,啊,都要做得足的, 那我们看一下东方日报方面,那有篇文这样写的,东西班势鱼破竹,华盛顿满盘皆输,啊,即是似乎呢,啊,就想制造这个,美国方面的舆论,是不是啊?喂,你不可以这样的,你走了,你就不威威咯? 因为,东方,啊,是这么说的,当日美国拜登,咦,会说拜登坏话的,那当日拜登宣布,啊,美国,啊,就会退出这个中东,这点都挺有趣,啊,因为之前呢,这个一向都是特朗普总统的政策,那他只不过延续执行,那当时的,碎池,他说你又信啊,他就说,阿富汗政府里面呢,的30万军员,啊,是绝对足够应付东西班那7万人,结果,阿富汗 阿富汗那边呢,很多都不战而寒,主动缴械,哇,情况,你令人想起,啊,当日的郭文军,啊,原因?暗户腐败咯,而东星班,啊,很明显,是掌握着所有,这个叫做,颠覆,啊,的技巧,以及渗透啦,那所以,阿富汗,完全不是他敌手,另一方面,啊,跟我说的一样,啊,竟然,刚刚才见到,就是说,如果太慈撤侨的话呢,随时,啊,重演1975年,西贡 的前职,美国政府人员,啊,由屋顶那里,咦,就是我这幅图咯,哼,OK,他说完,为什么说满盘皆输,啊,你搞了20年,啊,给了数以百亿计的美金,其实可以印的,啊,那扶植出来的那个阿富汗,啊,竟然那么残破不堪,啊,他解释你听,那行啦,我说回你听,他就说,反映着政府呢,就是阿富汗那边,贪腐严重啦,于是乎,美国给的钱,啊,很多都落入了官员 的口袋,你谈黑丐一样的嘛,我觉得呢,你以为被人贪了很多,实情啊,你未见识过谈黑丐那种贪法,那跟着,啊,东方都是那几句啦,什么,耻乱忠气啊,什么不堪一击啊,那些啦,那但是,美国今次撤出呢,基本上,我想啊,已经是完全放弃的了,也就是说,那边呢,就你想你了,这件反而是好事,因为阿富汗一带,啊,一直,啊,都有一个名称,啊,就叫做,帝国坟墓的, 啊,那所以今时今日,撤出都是好事,可以省回点国力,不过,美国无论怎样省国力都好,啊,最近才扔了,整1.2万亿下去,啊,搞那些贪腐计划,尽管看啦,我对美国的未来,啊,一样的都是,那当然啦,美国的未来就一样的,哼,有些,就不单止一样的那麽简单啦,那今我,阿布尔那头,啊,那大家,就看下是怎样撤桥的,有定个,picture先,就是这样样样,好,今天, 就讲到这里,